除了說我們可以在設計模式底下 新增之外那將來有可能是你要動態增加一些資料進去的時候 那當然你就不可能說預先已經知道多少項目你是可能程式執行完部分你再把你才知道說要增加多少項目在那個清單裡面 那這個時候你就變成說你要用那個add的方法去再增加 那add的方法怎麼增加特別最好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個部分前面是我們是用那個design設計的時候做的 設計的時候我們直接可以從什麼從這個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應該是從編輯項目也可以進來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什麼items 就是你可以從那個items這個屬性裡面也可以進到那個我們編輯你可以新增 那這個add這個動作是在design設計的時候呢增加的 可是我將來你要再增加其他的你的項目的話那該怎麼怎麼做這邊的話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就是 在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其實各位可以參考一下在我們書上的五支 33頁這邊有一個radio 這個 範例 這個範例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 你會發現我新增的時候呢 在items裡面一定是空白的 你們可以給他一個空白的那你到時候呢你裡面是空白的 那等到城市執行的時候 那 我就再把項目加進來 那我第一個要在哪一個事件裡面觸發 特別注意喔 這裡面的話呢會觸發一個事件就是當 page low page low 載入的時候 那page low的時候呢 我們要做哪一個動作 特別注意 你可以判斷一下就是這個 page low的時候呢 如果不等於什麼呢 as post back 就是 這邊我們可以做一個判斷 也就是說呢當他不等於 這個 這個